第37届中国电影金机奖《香港之夜》 即香港影视产业交流对接会 11月14日晚在福建厦门举行 香港和内地影视人携手共化影视产业合作新机遇 香港影视行业从20世纪初的萌芽起步 历经20世纪80年代的多元化高峰 到近年来面对挑战积极转型与内地合作的新阶段 作为香港影视黄金时期的亲历者 资深导演陈佳上对行业发展有着独到见解 其实香港电影其实在蜕变在重生 在这个过程里头我看不见准确地说 它会怎么样走 可是我喜欢的是 他们现在不是一条腿走路 是多条腿多方向的发展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从来都说别找所谓正确方向 没有创作应该是多元化的 所以才会让观众有各种的惊喜 才能让电影产生力量和生命 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灯塔研究院发布的 2024中国电影观众变化趋势报告显示 截至10月2024年电影市场观影人数 预估4.11亿 人均观影评次2.2次 2024年电影市场观影人数 及人均观影评次均略有回落 对此陈佳上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影视行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在内容上下功夫 还因丰富创作类型 至于还在我们好的电影还有观众 可是请你我们所有投资人都清醒 别一锅锋的去拍同类型的所谓成功的典范 每一期成功都是冒险 其中也包括流量地球 当时没人看好的东西 然后大麦 说明了什么 我们观众需要的是新的东西 我们观众需要的是给他们来一点心意 而且信任他们 他们可以 面对观众线上刷短视频的频率持续上升 影院及网上观影的消费支出增速放缓 电影行业持续面临其他线上娱乐活动的竞争 陈佳上表示既不悲观也不乐观 需要平常心对待 努力解决存在的难题 我不悲观也就是因为 我们过去面对各种难题 尤其是你看港片 我们还在 就是说 我们是有能力 把这个事情楼转的 可是你非得要 大家很认真的 很扎重地 面对这个问题去解决 而不是光说好话躲着 闭上眼睛你就可以过 对不起 观众给了一个难题 我们要好好地当 当晚 文化东方影视作品出海计划正式启动 该计划将充分利用香港商报 全球商报联盟 及其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传播 矩阵优势 助力优秀影视团队和作品走向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